撞了一下那个墙 这个全形东西了 其实SMS这波就是没有观察到CCD 对就是单纯没看 太突如其来的 他这个山头的位置 搞了个乌兹 一个人守这么多猛男 有点难吧 他换乌兹只能追求近点打一个 撑死打两个 看悟空知不知道 悟空在排点 因为排完平台以后 外围打闪 再进楼 背白了 全白一把乌兹 后面补枪的队友呢 来了 乌兹的子弹还是不够 是的 这打1.75哥吧 在血量上看 对的 后后还剩25点血弹 还是坚挺住了 这样CTG 有时间的 对 需要一点时间 还有他们是男的 过来 再看看Pero 马哥被打下来了 Pero本来应该是想跳牙的 结果还是选择了去 集体爆 所以走这个桥的时候 要更大一点 从那个牙再过去 一路捶着玩 这个圈是玩不了的 是的 更别提 还有早期海边的 还有队伍 可能会去堵的 对的 哦 暗的队 去过这个桥吧 主要现在Pero还掉了一个人 哦 长龙倒了 长龙倒这个信息 CTG上车 会不会有充电的情况 倒是倒了 人先到的 另外一边 小通哥买个马 从这里头来 小通哥接车 没接掉 是的 他第一辆车 如果没有击倒的话 那就完了 能随机 而且随机放枪了 位置知道的 哦 主票 远点有人在抽他 根本不管啊 不要封任何的烟 就腿着过去人头之窝 有队友的架枪 就是有疏孔啊 刚刚被伤害刮到了啊 然后篮拳给崔西收下了 然后把对岸的 地踢的一个人 打得很残 有没有机会能够过呢 哇 宁甲 很准 这波就是堵桥 看亚特克斯一个发挥 丢雷过来 丢雷过来以后 CCG就知道这个地区了 桥是报过的 有近点人了 索菲亚实量很残 车辆炸了 他丝毫没有意识到 最后一个白龙马 他还是很难过这个桥 再厉害的人 想要有人堵你的时候过桥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是的 因为对手不会给你对枪 倒人的机会 FM直接到了南部 真的不好踩位 就是南边那个厕所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他连一个反坡 STG倒人 这是倒在了圈形的左上角 左上角 这个STG是防守方 小人锁的人倒了 这里像是在裸跑 I7没办法 真准啊 老橘把波波放倒了 是的 STG因为要扶人 所以可能枪线不会太密 看上房顶 看能不能操作一下 知道人的具体位置吗 哇 根本不知道菠菜的位置 菠菜这个房顶有点致命 是看他枪不够准了 这是一个能秀的位置 看菠菜能不能秀得起来 两个人都没有掩体的 在这边应对 这边吃到了一个切角 这三只队伍本身积分 就不是很远 老橘又到近点 看一下老橘这颗雷 效果怎么样 能不能空爆 炸到脸上32点起 还得再补一颗雷才有机会 阶段四了 编对枪 感觉只能活下一个12月了 是的 好 马美丽下来 要清DT DT在坑里 这地方还是蛮好扔雷的 马美丽就喜欢这种操作感 直接拉枪没问题 这种高低差距就是非常大 因为它不是一个很缓的坡 如果是缓坡的话 你倒是还有一定对枪的机会 它是个坡很陡 对的 马美丽是典型的优势位 打得很激进的选手 就它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就特别 直接开 能拉位置 拉出去 没眼体 它也要小揍你一下 是的 还有一波腰射过来提前枪 但是好像枪口 被什么东西卡了一下 那就看12月的发挥了 但是这个枪 来回的响 12月有点害怕 马美丽 又是 你刚刚说完 它这种高低位 它一定会拉出去 再去找天天的 虽然不一定能打得过 没想到旁边还有一杆连织 在架塔 直接给它补了 不允许你再刷KD了 这就是为什么 以前说 马美丽这个选手 他玩 知道 是的 就他这个时候 他也不可能判断到 是SMS的独狼 他甚至以为 是不是原点的人 摸到近点了 对的 就RBS RBS上车 看着 封一个侧前沿 还是不想自闭 然后过来跟博亮对枪 向上台上就博亮一个 4M也动车了 他知道这里有一个 一车三男 附近 有过来扔雷吗 现在 圈形右下角 DDT也是被4M和天 霸两次都卡了 完全不能动 是的 天路特别远的强线 抽到了小伙 DDT的 这个车 太难 也是先信 那段 看能不能去 淘汰掉一些 前面点位的人 最大的问题是 烟不够了 但是RBS跟4M打架了 这就是一个 DDT的 有机会能打下来的点 都是连锁反应 本来是小虎 在这个位置 想要去抽RBS的 但是天路把小虎给赶走了 所以4M这个低点位 就有点危险 但DDT这波进攻 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高点有博亮能抽 然后同时 RBS两名队员 也在高点上 DDT需要往南部 去靠一点点 是的 DDT这一波 干拉冲锋 也是缓解了一下 4M的压力 4M的瞬机 也是把人扶起来了 到近点了 DDT75 近点RBK 看到了 但是被雷炸歪了 没问题 稳住了枪 再一个拉枪 OK 甚至连围观群众 小虎也倒了 小虎还揍了 是的 本来想过来看 能不能K投的 4M在扶起人以后 DDT由于是一个满边 再加上背后 三个人 辈儿有面 对 那两所必须得有面 万一被阴了 还有人扶枪 两所没给分 找到了焦阳 他往天路方向跑 他想趁机 看天路不看他 焦阳这波 探猪身躯 也被石器发现了 不过还好有 一定的遮挡物 可以扶 还好 以后就给太空车爆了 爆点以后 太空车直接开始丢雷 主要背后 林树还有一杆枪 再加4M 来了 高人低是很容易的 低人高有点难 就是这个情况 交流到位了以后 DDT就开始进攻了 太空人又一颗雷 他4颗雷 别忘了 上一个视角 天路他有4颗雷 再补一颗 小12也危险 太空人3颗雷 倒地3个 只剩小海了 而小海在眼里面自闭 这个位置也是被压制的 当一个人陷入自闭烟的时候 也就基本上宣布 他被淘汰也不远了 这个真的太难打了 就是一枪 天地地的位置 有点致命 雷炸了83点伤害 远点龙死根 龙死根击倒了75以后 天路延缓了一点压力 张德胜直接拉过来 想要打侧身的没打掉 但是天地地绕到了蓝白区间 天路根本就不知道 被伤打了个张德胜 但是林树那边又拴倒了 Savage 这波DDT正面 其实又剩太空人 跟天地地一个二人小配合了 是龙死根的枪线 也有了一定的帮助 天路就在这个危险片的边缘 来回徘徊 天地地这个位置 被17小五弟弟抽到了 但也说明17要来了 对的 17要过来 天路的点 他不在安全区的 但是Fogan有个毒狼隐患 17没有这个信息 Vigos倒地了 小北一个出枪 小朋友倒 小五还在进点 小五在捏雷 小五这个侧身 完全漏给了Fogan Fogan还是没 多拿一些排名分 是的 但是他感觉早晚都会出枪 哇 阿头目这里击倒了755 天路非常顽强 是的 DDT好像有点想后撤的意思了 车不了了 车撞到队友了 哎呀 大者 倒车下坡出事了 哎 排点发现了 但Fogan这个位置 能不能爬上去捕人 小五如果不往这儿看 Fogan是不会打他的 扔了一颗掉顶雷 再来一颗 小五又被捕了 Legos也倒了 是小鹏的枪 这波17掉两人 天路两太子轮流倒地 但是最终大家都没有被捕 好 张德胜二倒 张德胜这位置不好扶的 王鹏三倒 这不能再救了 这真救不了了 还有烟吗 有烟就能救 没烟救不了 阿通姆这个位置也呆不住 天霸看到这个信息狂喜 但是天霸现在问题来了 南部有一支队伍HQ隐身了很久 三人已经踩到马路上 要去抽天霸 没想到买底坡的龙将军 哇 龙将军打两个 林树一波补枪 HQ这波摸人没有成功 甚至没有撼动天霸的一点点 是的 三打二打一 局面还是比较 确实没必要再往前走了 想再蹭一下 再打一个包 再坚持一下 这要17 这一颗雷 终究还是 没给你混的机会 对的 用一颗雷解决了威胁 是 最后一场 错过了 太明错过 上来龙斯根 这波最后的机会 上面没有寄到 我觉得没了呀 没了 位置已经暴露得差不多了 是的 你现在很好排了呀 一走就完事了 是的 已经看到了 三个人抱团一起走了 三速就有一个大反拨 位置已经锁了 秒了一个 第二个 一打一 泡泡 打头了 两个人选了 都差 泡泡换子弹 有雷 有两颗雷 一个火 不敢切 泡泡 六十倍的足球